奴人 跪 想死 现在还不是虚伙 啊 老汉你等会儿了 来 来 来 我说你能不能快一点啊 老汉你能不能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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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黄 老黄 老婆 老婆 兰魂 兰魂 老汉 兰魂 兰魂 你在哪儿 老汉 你能不能快一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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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错山了 老汉 你王八蛋 你要摔我是不是 你 你咋还急了 就你忙 干吗你忙的 我不忙不行啊 你都忙成件事啊 你忙成什么了 把追都追不上了 我谢谢你救了兰魂 剩下的事我来做 我要是不把兰魂接回家呢 我就不配再做他的男人 你别老什么事都你一个人 这不还有我的吗 在山上你指望不上 那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吧 东野 归我杀 我要是不杀了东野 我没法见我儿子 师妹归你姐 东野归你啥 是啊 那全都归你 那 那不应该归我吗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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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写字呢 儒妖女人原地等 这啥意思 喂 东野把师妹抓走了 来 来回 别喊 来回 东野这是铁了心的 让咱们在这等着 想弄死咱俩 你喊什么呀 谢谢 谢谢 这两天 你一直说下和东夏 也没苦给你磨了 咱们那儿 我还要带走 蚕蚕蚕蚕蚕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在地下都不得清救 走走走 走走 我当时自己没有想在活下去的念头 只会了多久 在半昏迷中 我看见河边一个洗衣女子 她 她对我笑了一笑 那个笑 我永远都忘不了 她用树枝把我搭上岸 她用树枝把我搭上岸 给了我一碗滚烫的豆腐花 在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 活着呢 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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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附近了 哦 侯虐 还 这不算 咋了就先把他儿子给造了 这还合适吗 徐文达 华同志不是回来了吗 安师傅 徐天 应该也下来了 教友 徐老板到底是包的军药 看下来我们哪里去 回来吧 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别死了还是别死啊 来 主任这样来路红日本人 都被打死了 你们哪儿去了 你们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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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板 徐老板现在真也不在 我们也走不了 也不见不着他 人有搞不好西施怎么困死了 你骂西施不是好人是吧 白先生话不能这么说呀 你不会说话 你少说话 不说不说 白先生 白先生 说实话 人西施死了 你打比方都很难过啊 对 你问过他了 他有多伤心 你晓得我也多伤心 你怎么肯定我比他还伤心呢 我们三个人的事 你这呱呱子 你晓得个穿穿 快看不 怎么样 没事吧 流血太多太累了 伤口还发炎 那到底有没有事 不是你挨枪 你在山山走两天的夜 你看你又没有事 别招呼话说 倒就有没的事嘛 好了好了别说了 你还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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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没事 我给你见了 何同志 山上到底怎么样了 那徐老板呢 我想知道 现在镇上 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 我们一直打到半夜 一共有六个日本传心镇子 七个吧 打死六个呀 我是昨天是 你要我打死我 有一个偷了船人去 到底几个 你是六个 七百六个 六个呢 我打好几个 你们到底谁说 王豆腐说 豆腐 你说吧 镇上到底什么情况 怎么了 豆腐哥 喜事死 豆腐哥 姐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受 我心里也很难受 你放心 喜事结的仇 咱们一定会报的 现在当务之急 是咱们要马上想办法 日本会子已经来了一些了 很快 很快一定会有鬼子的大补队 就要来了 咱们要再不想办法 死的就不止 汐师姐一个人了 大家快说说 这人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昨天 来了六个日本人 我抱 七个 他们是 坐着汽船来的 有一个 留在船上 都会是 等我从局局赶回来的时候 其实就还不行了 华仙 在石桥上 弄死一个 还有五个 进了镇子里 你能死了我呢 那就这还有两个 我抓了一个 在我店子里关着 还有一个 开着去穿袍袍 你们大家都这么枪的 小弟 我觉得山上什么情况 山上什么情况 山上的情况 山上什么情况 山上的情况 基本已经稳定了 只剩下东野一个鬼子 而且他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了 我相信 徐天和韩师傅 应该明天就能下山 那接下去怎么办 小九 网昭仓的位置你还记得吗 一会儿你跟着我 还有半仙哥 杜甫哥 我们一块去据点 带上修电坏线的设备 然后你带上半仙哥 去找周仓 我们一定要把电话线 补修好 在天黑之后 一定要让据点和县城 拖上电话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还拖什么电话 他们要是再来 都杀了 而且已经跑了一个回去 你现在什么都晚了 就再听我一次吧 在大魔山部队来之前 咱们能拖一天是一天 没有别的办法 那就都听合同志的 我们都听合同志的 谢谢乡亲们 谢谢你们支持我 这些天 你们大家也累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这有什么情况 需要你们帮助 我们一定会及时 通知大家的 行 咱们回去 咱都拿到 赶紧合同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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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我也跟你们去这个 何同志没叫你们去 我在家里没什么事 帮你们打鬼子 出份力啊 王豆腐 来 拆一块门板抬合同志 别再让他走路了 我那铺子里头 还关这个日本人呢 是 合同志说了 关聚点儿去 去吧 来来 都打把手 快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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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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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九 兰花呢 他说刚刚办到又跑回山上了 兰花下山以后 他又跑回山上去了 他不知道韩师傅 已经从婴牙下来了吗 那徐天和韩师傅 又回去找他了 不行 不行 来 何同志 你先别动别动 伤口刚刚处理好 先好好休息 先别动先别动 不行 先别动你先稍等休等 小九 快 快 快 行行行行 别骂我了 我 我又走快了 行行 走走走走 老涵 我话说回来 在山里边你还真就不是个人哪 我的意思是说你跑得快 你比兔子跑得多快 我说你咋一点都不着急啊 我比你着急 那总得吃东西吧 你不饿呀 你吃饱了跟冬爷打 我一个人就够了 用不着你 砍 枪顶在师妹脑袋上了 你怎么动 这王八蛋总是这一手 憋死我了 找个机会我好好捶他两捶 冬爷 日本人 日本人他就不是个东西 他是打仗的 江湖险恶呀老海 你没跑过你不知道 你看你脾气不好 脾气暴躁 乡不阵大家都让开你 到江湖上 你早被气死了 你保证他回来 保证不了 那还待这儿干啥 那不待这儿怎么办呢 冬爷把字都写在那儿了 那就是要来找咱们俩 你找什么证 你这大山找一年也找不着 也不知道兰花还活着吗 活着 我会保护师妹的 她是要我的命 她要我死 你还别说 你加酒还真好喝 是 你躺了十年 一直想给你喝也没法 当我没说 是 我 人 我 私 将生 子 我们 人 人 杀了韩芳 我也不想活了 韩德海死了 徐天还活的 他在到处找你 韩德海和徐天 到底谁对你更重要 韩德海是我男的 徐天是我亲人 徐天太可惜了 他要不够你的死果 他自己可以很安全 你把他怎么了 你把他怎么了 你又关心起他 韩芳 他比你强 你伤不了他 他在乎你 我就比他强 你小魏韩德海死 徐天小魏你死 你就不能再见他一面吗 你要带我去哪儿 徐天指定的别人 是他要你去哪儿 他想我死 我想他死 我现在就一个人 当然是他让我去哪儿 我就去哪里 你要是现在死掉 我就像鸟一样消失在山里 他们谁都找不到我 有志 你回去找了吗 我想问你和文景 你和徐天都是正同外面 你一点都不行 我早很早 陶飞锁 你走红绳我也看过 好像也不太行 陶飞锁是什么 都带一些些都带上 也不知道哪些有用 小九 你的身子骨真是铁打的 这些天都是在山上吃 在山上睡啊 公爷老儿 到底杀掉没咱进去的 你的回答是肯定的 徐老板在你心目当中 就是活神仙 我只是个半仙马 他想办啥事一定能办成 我先去 对 再去问问何同志 看还有啥吩咐没有啊 静点 静点 一会儿你去据点再搜一搜 看看还有多少枪症弹药 在路上 已经发给乡亲们了 请点一下 我想看看 有多少可以利用的 李嘉 那我一会儿 跟三号 点个刷 嗯 何同志 何同志 那我和小九这就上山了 小心点 山上有东野 没事 还是位在山上 徐老板在山上 我怕啥子 在天黑之前 一定要修好所有的线路 就是不晓得 赵苍那小子 是不是还活着呀 你就放心吧 他比谁都活得久 他这个人 只是表面功夫 一句话不对付 我就杀杀杀 接通电话之后 叫赵苍先给这儿打个电话 说啥子 按我说的做 他要万一给县里打电话怎么办 他那话唧里呱啦的 我也听不懂啊 你怎么那么多屁话 晚上之后 上山经营徐天和韩大哥 实在找不到他们 就尽快回据点 爱豆腐 你 你现在就一个人了 你你你自己 多 多留神啊 那那其实我想的你心里对我有气 你走不走 我说实话吧 滚 没事吧 没事 箱子里 应该还有很多手雷 都拿出来 夏娟 走 上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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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 ayouが言ったことを訳しただけですよ 勝手に訳してませんよ どこから来た shamu jen shamu jen なぜお前そこそ あなたが聞いたんだ 彼が自分で 少佐が言ったことを 言ってません 司令部には何しで来た 你不是 不好意思 你去外面 你去准备 你去准备 不好意思 我还不想 我还不想 他在山姆尘里有八路 他只是暴动 是 郑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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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黄泉路了 早知道当初真不该带你进来 也不会有这种事情 你说一封信能比命重要吗 我拿一条命换一阵的乡亲 值了 我服 你到底是不是八路啊 我是八路军 我可没说你是八路啊 少祖也不相信乡木镇有八路军 你跟他们说 少爷我千真万确就是八路军 反正都一样 都得死 黄泉路上 你可别怨我啊 我怨你 不要 我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得 你说什么 爸 儿子不孝 没能替你报仇 但是岳父会杀了冬也呢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下辈子再娶你一次 我怎么说的 你嘟嘟当当的 你在说什么 我说大慕山的八路军 要来收拾你们 替小爷我报仇 大慕山八路 三 四 四 这 捉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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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三分线有八路军 我离开航班 我只是了 他怎么回事 他怎么回事 我怕死了 万一的招堂 是 在拠点上没有人 没有增益的力量 六人死了 为什么有人在拠点小白石 在拠点上没有人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是平民吗 还是游击队吗 是八楼队 是世纪的八楼 把他们去我的部门 是 公伙企业 怎么又无伤了 好事 什么好事 不枪毙 还不是好事啊 小悠我不信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没说你是八路军 可邵总知道你是项目镇的 刚才回来那个皇军去了趟项目镇 一趟去了七个 只回来才一个 什么时候去的 昨天 去多少啥多少 这项目镇 都是你这种不要命的 你知道就好 你可千万别嘴硬哪 这样的好了 说你是八路 老农多活一会儿 多活一天算一天吧 那大部队什么时候回来呀 马上到 那你可得替我多说好话呀 我是帮你们的 游撇队吗 八路吗 哪里呢 八路 什么人呢 十 十数人吗 招待吗 吵架了 什么人呢 天堂也要回来 我们的地区没有 我们的地区没有 八路 小佐 我看了 他们有什么武器 什么武器 是 什么武器 目撃的 三 三人 六七人 你头上的花园吧 六七人 什么武器 请向山武尽 对吗 喂 谁呀 报告 山武尽不连 二日间不连 夜到今天 等着 等着 你八路吗 少佐 问你 是不是八路军 是 山武尽来的 问你 是不是山武尽的 是 山武尽的八路有什么 山武尽有多少八路军 很多 他们多了 什么 多少 四五百个 他们五百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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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接受他的話嗎 不能接受 我就是小不同 这合同知识咋活过来的 这明明看见招仓给他打了一枪啊 没打准 土也没埋石 我给刨出来了 让小姐送下山了 那冬夜要是来了 你想咋办 不知道 我脑子笨 我想想慢慢想 想想 许天儿 兰花 是我媳妇 那咱不说这些 我有件事我想问你 一直想问你 你得告诉我 你说 当初我师妹她怎么就 那么快就嫁给你了呢 我想不明白啊 当年你们俩在镇上摆摊的时候 临走的那天 她到我药房来了 我就告诉她 你愿不愿跟我一块过日子 咱俩一起过吧 我这药铺全归你 前后院五分地 箱子里 还有十二根人参 两只肉 八块牛红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全都是你的 以后呢 你烧菜做饭 我上山菜也好 你放心 我绝不取消 一辈子做你的男人 就这么容易 就这么容易 她没跟你说一句都没说 一句都没说 行了 您 您俩以后又踏踏实实过日子 真的 她愿意这么过 其实 我也愿意她这么过 真的 真的 你嘴里没真话 这就是什么 你们俩过得高兴 我就高兴 以后我再也不烦你俩 我不相信 我保证 你 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没有 谁 没有 来花说了 你 你跟何董事般配 我不配 我不配 那你到珊珊俩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 那救兰花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一个人就行了 你王八蛋 老韩 那天你咋又急了你 我不抢你女人 我就不能不能救我师妹了 她是你女人她也是我师妹 她先是我师妹 后是你女人知道吗 我们俩一块长大 我们一起走江湖 跑马头 我们一起挨打一起陪笑 我告诉你 老韩 除了灿烂 兰花是我们一个机器 我没见过 没见过 知道老家在山东 兰花是我什么 兰花就是我的亲 兰花就是我的山东 兰花就是我的祖宗祠堂 我还不快死死了 我 我 曹岳露的 我还以为他也见不到你们了 一切都还是你们 刚才我做梦 是 被你们杀了 被我们杀还是杀我们 你们说清楚 阿乐军不杀俘虎 我们不杀俘虎 那就是做梦杀我们 不不不 我是俘虏 不做这种梦 艾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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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给你 快干活 你可以跑起来 正好给我个理由 弄死你一千遍 不不不我不不不我不不不 今天你给我绣通从项目镇到县城的电话线 然后给局长再打个电话 打电话需要段路通话器 你看看是不是这东西 我问一下 你大概多长时间能把这线圈都绣好 你不知道 说小子 跟老子弟混 我告诉你啊 到今天晚上 你要还没把这些线路全部修好 下时我就跟何同志说你想逃跑被我给弄死了 说先话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何八路现在身体还好吗 好都不能再好了 上了他废话赶快修你 干你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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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冬爷会不会跑啊 要是他真跑了 懒活就没命了 在这儿待下去不是个事 这事待不下事 走 去哪儿啊 去哪儿 去对面啊 你冻冻脑子冬爷 为什么让咱们在这儿等 无非就是用师妹兰花弄死咱俩 他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他从后边绕回来 一个是他绕到对面去 我认为在对面的可能性 有八成 你昨天晚上怎么过来的 我用你的那个砍刀 砍了两个电杆 我爬过来 刀呢 你早说呀 你干什么 我在这儿有家伙事 我下去 别别别 你从这儿下去 这从那儿上来天都亮了 绕 绕过去 那你呢 我留在这边 我得等在这儿啊 东野八成在那边 他还有两成在这边呢 万一他到那边看这边没人 真跑了 行 那全靠你了啊 全靠你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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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